我今天準備了自言自言的主題是年齡 因為我們也不是很年輕了 隨著年紀增長然後跟大家聊天的話題就是 最近很有同... 因為最近常常都沒有聚會或是跟家人聚會吃飯 就覺得隨著年紀增長大家沒有什麼共同的話題 所以常常吃飯的時候都是非常安靜的 因為都知道對方在幹嘛 工作是什麼 然後每天生活都過一樣的 所以都知道每天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也沒有特別要問的事情 所以常常就會變成一個很安靜的狀態 年紀增加了,說話的內容減少了 對 你覺得怎麼樣? 那是一句話嗎? 好吧,那我愛自己講 我剛才決定這個主題 然後他問我 我剛才問他 我剛才問他 我剛才問他,你有覺得年紀增長的話題變少這個現象嗎? 然後他說這個是他之前問我的 為什麼我現在又要訪問他呢? 因為以前小時候不是都會聊偶像 或是聊現在流行的東西 然後現在大家都不看偶像了 因為30幾歲 大家都在認證過生活 認真的上班什麼的 我覺得日本人很專注在工作上 然後反正 重點是不能聊偶像 就是我在日本 然後我最近也沒有在看日本偶像 我還是在關注台灣的 所以也沒辦法聊 就覺得寂寂 寂寂寞 反正就是矛盾 基本上還是過得蠻開心的 雖然很少講到中文 所以才開了這個Pico Radio 可以講中文跟大家聊天 我小朋友帶給我這個Pico Radio 只好